以大家平常最關注的這個抓尖的議題來看好了 我認為這個是正當的合理的 這樣子就算合法對嗎? 現代法院商會認為說這個是 不是正當的目的 這樣不是正當的目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 美衣出任務 耶好久不見真是想念啊 在我回歸的第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這麼發達 我們想要錄音的時候 只要按下錄音鍵就可以錄音 那我們去看診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手機 偷偷記錄下看診的時候 醫生跟我們講的 可能不管是你的症狀 還是什麼其他的資訊 這樣究竟是合法的還是違法的呢? 在進入正題之前 我們要邀請到今天的大來賓 劉雨昕劉律師 歡迎劉雨昕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雨昕律師 因為一般我們去看診的時候 會想要錄音 為了要記錄 因為可能醫生講很多話 我們常常會忘記 我們到底是什麼問題 只有很少數很少數的人 可能他在就醫的過程中 會發生一些醫療糾紛 或是他不太滿意醫師的做法 所以他才會錄下這些資訊 想要作為證據 那想要請問一下劉雨昕 偷錄音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犯法的 如果犯法 他究竟是犯了什麼法呢? 這邊所謂的犯法 是指刑法定 315條之一的防害祕密罪 那究竟會不會構成防害祕密罪的問題呢? 我們要先區分 這個談話的過程 是在公開場所或是 不是公開的場所 那如果是公開的場所的話 因為他的 影子期待會比較低 所以通常不會認為說 這個有違法的疑慮 但是如果是 私底下的談話 還要區分說 自己是不是 談話的一方啊 比如像我現在跟松松在談話 我就是談話的一方 即便我今天沒有跟松松 講好這件事情 也沒有經過你的努力 我就偷偷放了一個錄音笔 在這邊錄 這樣也一樣不會有 犯害祕密的問題 但是要記得這個目的 不能為了不法的目的 那假如說今天呢 我自己就不是談話的一方 我是偷偷看別人的談話 那這個時候 卻有可能會落入了 防害祕密的問題 這個目的是為了一個 合法正當的目的的話 那就當然可以免除 這個防害祕密罪的疑慮 這有點難以去界定 以大家平常最關注的 這個抓奸的議題來看好了 那我抓奸的話 我是為了保障我自己的權益 我認為這個是正當的 合理的 這樣子就算合法 對嗎 現在法院商會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正當的目的 這樣不是正當的目的 不能因為自己想要違紀 這個婚姻就有去侵害你 另外一半 所以是要被你監控的 這個隱私權的期待 啊?這樣不能錄音 我們可以怎麼樣取得 這些合法的證據 我也希望自己是錄音的一方 在跟你談判的過程當中 我就錄音了 即便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將來還是可以在法院上面 做使用 是否合理正當呢? 還是要透過法院去個案認定 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那這邊分享一個特殊的案例 曾經有病人他去看診的時候 就發現 這個醫生怎麼無照 那他就偷偷的做了搜證的這個行為 然後去揭發他這個 醫生無照的事實 那當然法院就會認為說 這是合法正當的目的 就會認為說他沒有相關的罪責 那這樣聽起來啊 如果要判斷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主要就是看這件事情 有沒有影響到大眾的公眾利益 就是如果這件事情是有公益性取在的話 那法院的容忍程度就會比較高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偷錄音這件事情 除了跟妨礙秘密罪有關以外 是不是也會涉及到其他法律問題 是的 這個可能會涉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及通保法的相關罪責 那也有可能會因為 你侵害了別人的隱私權 而有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我其實還是不能透露音耶 因為 只要是透露音的這個行為 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可以先去諮詢 專業的律師比較有保障 目前實務上的 相關關於醫療的部分 可能是只有規範 醫生方面規範病人 衛福部所頒布的 醫療隱私的一些相關規範 那這個規範 它其實就有很明確的 去規範說 醫療機構應該要好好地 保護病患的所有隱私 那在真的病患的同意之前 不可以做任何的錄音錄影 病人是否會構成 相關的刑責罪責的部分 就要回歸到 剛才所講的 妨礙秘密的部分 但是呢 為了建立良好的疑病關係 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在錄音之前 可以先詢問一下醫生 並表明我們錄音的目的 可能就是為了 他一些專業術語 回去會沒有辦法 如實地轉達 那得到醫生的同意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這樣的錄音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喔 其實這也是彼此的一些尊重啊 如果你自己是醫生 你也不希望 病患在沒有告知你的情況下 然後偷偷錄音 而且如果你跟醫生說的 他說不定可以講得更詳細喔 所以還是建議呢 在錄音之前先跟醫生確認一下 剛剛律師有提到 我們偷錄音這個行為 除了跟妨礙秘密罪有關以外 可能也會涉及一些 可能個資法 然後通保法 等等相關的問題 我們會不會因為 涉及這些法律問題 然後反而被對方告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在案件當中 要提出某樣證據的時候 我們就會評估說 他後面的風險是什麼 當然最壞的可能就是 這個證據拿到法庭上 會被認定說是 不法取證 沒有證據能力之外 還有可能被對方 提告刑事責任 通保法 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當然民事責任的上面 就是因為你侵害了 別人的隱私權 而有侵權行為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 不法取得的證據的話 他在法庭上 就沒有辦法當作證據嗎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實務上 還是要區分是 刑事案件或是 民事事件 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話 法院會認定說 因為你是為了 自保 為了要保障 自己在訴訟上的權利 所以對於證據能力的部分 只要你不是出於 強暴脅迫這種 護法的手段 他都會允許這樣的證據 但是民事的部分 因為是私人間的註紛 那他還是要 隔案認定 哇 這真的是太複雜了 如果你有相關問題 建議你還是要 諮詢專業的 法律顧問 或者是 尋找律師 來幫我們解答 是的 好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想要請劉律師 幫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 做一些提醒 那我這邊要再強調一點 在訴訟上面 能不能作為證據 也就是有沒有證據能力 其實跟會不會違法 是兩件事情 即使不法取證 在訴訟上面 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但是仍然不妨害 相關的刑事案件的罪責 以及民事侵權行為的構成 所以這部分都要多加注意 今天非常謝謝劉律師 來跟我們分享很多 關於收證跟自保的觀念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 也都應該要諮詢 專業的律師 來為你解答 以免不小心出發了 那今天就是 非常感謝劉律師 那我們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